Hello 大家好 我是江江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你只是来体验你自己设定好的人生 还记得我有用一支影片分享 灵魂急转弯这部电影的心得吗 里面有提到灵魂的设定 那我就用我这个肉身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什么叫做灵魂的设定 我很早很早以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我的名字 里面有个音就是左边郁字旁的那个音 英国 左边是郁字旁右边是英国的音 那当初爷爷取这个字呢 是希望我有黄色的格调嘛 之前有用影片跟大家分享过 那我就从这边当开头 说也奇怪哦 黄色格调有什么特质 就是发号施令这样子 比如说我印象中小时候在念书的时候 我们以前是走路去学校的 放学也是走路回家 那以前社会比较单纯嘛 父母也比较放心 就是自己去自己回来 那可能也没有补习啊 生活都很简单 功课都是自己在家做好 那我印象中哦 上课这一条途中 我都是跟我大弟一起走路去 因为我小弟跟我差五岁 我们在念国小的时候 他可能还在幼稚园什么的 所以我们的路线并不相同 所以我是跟我大弟一起走路去上课跟放学 说也很奇怪 走着走着 我就会跟我弟说 帮我背书包 那我弟就会帮我背书包 如果回家的时候很累 因为我以前是校队啊 要集训啊 什么早上有早操啊 下午有五操啊 就是一直在操练 那我可能就会放学的时候 跟我弟说 我很累帮我背书包 那我弟就会帮我背书包 所以我的印象中 我弟弟常常在帮我背书包 那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说帮我背书包 我弟就会很乐意帮我背书包呢 这就设定好了 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这么多岁 我现在跟我弟说 帮我干嘛干嘛 其实我弟弟也都会帮我干嘛干嘛 不是只有大弟啦 小弟也是一样 就是我比较会是那个发号施令的人 然后他们也愿意去接收我的指令 但都还在心甘情愿的状态下 所以这就是一个显现 让你们了解我的灵魂就是设定会发号施令 这是我自己跟我弟弟之间的事情 那如果呢 再说多一点人好了 比如说我有堂弟堂妹 表弟表妹 因为我有大伯 那也有姑姑 他们生的小孩刚好是一对一对嘛 所以呢 就有堂弟堂妹啊 表弟表妹啊 再加上我两个弟弟啊 还有我 我记得在大一点 寒暑假的时候 我们都会在爷爷奶奶家一起住 因为爸爸妈妈要工作啊 以前没有上安亲班这个习惯嘛 那爷爷奶奶比较有时间可以照顾我们 所以我们这一群孩子 七个孩子 在寒暑假都会住在爷爷奶奶家 可是我们这七个孩子哦 虽然我是老大 虽然我是老大 但不见得老大就一定会发号施令哦 可是我呢 很奇怪 玩着玩着就变成我在发号施令 然后他们也很愿意配合哦 然后也很愿意配合跟我一起这样玩 比如说我今天想玩沙子 我想玩沙子 玩着玩着 他们就会靠过来 跟我一起玩沙子 然后玩得很开心 然后说帮我拿那个 他们就拿那个 我要那个 他们就帮我拿那个 那我如果睡觉起来 隔一天我不想玩沙子 我想去抓大肚鱼 我想去河边抓大肚鱼 他们就会不知不觉也靠过来 跟我一起抓那个大肚鱼 而且会抓好再来给我 就是呈现给我这样子 就是跟我分享啦 跟我分享 这是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哦 不是我命令他们一定得这样做 不然我会生气什么之类 是玩着玩着就形成这样的模样 模式模式 所以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妙哦 就是像刚刚我说我不想玩沙 我想抓大肚鱼 他们就很愿意配合 那我今天不想抓大肚鱼 我想抓蜻蜓 他们也会就这样一直配合我 或是我今天想要去田里杀野 他们也会陪我去 或者是去没去过的路探险 他们也会想要去玩 就是就是投啊 孩子 孩子王 孩子投这样 呃 你们会觉得说 有可能因为你是大姐 所以他们就想跟你玩 错 错 真的是错 因为我自己教钢琴 或者是在学校待课这么久 跟你说 我一定有教过那种姐妹啊 或者是兄弟党啊 或者是兄弟姐妹党那一种的 不一定是老大发号施令哦 或者是看影片的你们 你们自己有小孩的话 如果是一对或是三个的 你们可以去观察 不一定是老大发号施令的 懂吗 这一点你们可以去观察一下 真的不是老大 那就是设定好的那个人 比如说像我就是设定好 我会发号施令 而其他的人都会去听从 然后呃 这个设定就设定好了 所以到现在到现在我呃 呃 办活动 办活动 办音乐会 小小音乐会也好 或者是办之前地方上的一些参与事情也好 我是不是要发号施令 是 所以呢 我这个灵魂就有设定好 我会要发号施令 而且也会把这件事做得还不错 然后呢 也会有配合你的人 或是支援你的人 到现在其实群里面也是很多家人相挺着我 相挺着我 但是我不会让人有太大的压力 这是我的特质 也就是说我的灵魂的特质是 我会说出我的需求 然后呢 设定好了 游戏规则就是 我讲出需求之后 就会有人支配我 很奇怪 我觉得这真的是你 如果了解 其实灵魂都设定好的 你就比较不会埋怨天啊 埋怨地啊 什么的 我刚刚讲的是我 发号施令这个 设定的 设定 但我还有其他的设定 我只举一个例子而已 所以 我再举例别的 比如说这是我自己设定的 换成工作上好了 假如说 主角A 他设定好 他是怎么样都是当主管的 他到哪都当主管 因为他很喜欢负责人 喜欢难事情在身上做 好 如果今天设定B 这个人 就是人物B这个人 他一直埋怨A 怎么都是当主管 有什么了不起吗 什么之类的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角色交换一下 这个人物B 他的设定是职员嘛 那他跑到A这个位置来做 他一定也做不习惯 他一定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的工作这么多 为什么要负责任这么多 我不喜欢这样子 就是设定好的灵魂特质 如果坐在对的位置 他会坐得很开心 他会坐得很开心 但硬要去抢那个 你自己羡慕的 或者是你觉得 渴望的那个位置 你来坐看看 这跟你原本的灵魂设定 不能相同时 你坐起来会很辛苦 比如说我现在坐的是 是服务很多的人类 人类 讲订阅者也好 或是讲家人也好 就是总是在服务着 服务有很多方面 不一定要什么样 实质上的工作 而是可能在精神上 或是言语上 有给予帮助或鼓励 或者是给予爱等等 这都算是一种服务 我每一天忙这么多服务的事情 然后呢 可能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说 你怎么那么多人给你东西 或者怎么那么多人疼爱你 或者是怎么那么多人支持你 可是他们可能没有办法了解到 我可能付出的很多 那他可能羡慕我的位置 时我们来交换 我们来交换一下身份 可能他会崩溃 他可能会觉得天哪 他怎么要做的事情这么多 几乎是没有自己的时间了 所以呢 这边就是用这个小影片 跟大家分享 你现在所处的位置 或许都已经是你灵魂设定好的 是最适合你的位置 也是最适合你做的工作 所以你不要再怨天尤人 或者是埋怨天埋怨地这样子 其实你都只是来体验而已 体验这一切的发生 所以呢 稍微用跟大家分享 这就是灵魂设定好的事 设定好的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你想违背啊 或是什么 其实很快又会打回原型的这样 好 今天分享到这 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 我在分享什么 好 I love you 拜拜